虽然我上次说过我不喜欢阿宗面线 还是有很多人喜欢它的 这个吗 这个台湾就不够超速卡车 这个可以啊 谢谢拜拜 我记得我爸跟我说过 台湾的人情味就是体现在对人的善意上 所以我爸妈才会一次又一次说 好想来西呀 哪里传来的魔性笑声 我仔细一看 我发现阿妈们真的比我们还会玩 四愧不如 他们真的太可爱了 只要心太年轻 女人十八一只花 好羡慕 像我以后等我四五十岁了也能像他们这样 手机放地上拍就为了这种效果 真的太佩服阿妈们的拍照技巧了 我一次又一次尝试美美拍照 但是淡水的风不允许我这么做呀 风来了 多情淡水 我已来浅浅拍个照 有谁能不爱淡水河呢 没有 突然发现此时在唱《一连幽默》 淡水就是一个美到不行的地方 风大雨大是它的常态 虽然天气不太好 但晴空万里的时候还是很适合到处走走的 哎 发现一对有爱的母子 为什么说台北生活总给我温暖和感动 是更多的感动 是我在生活中发现的小确幸 她其实拎着有点吃力 那我暂且就先叫她KFC女孩 那她就是小小车男孩和她老妈 这对双胞胎姐妹正在为对方慢慢戴上口罩呢 捷运中山站附近是我平时最爱来的地方 虽然前面是百货公司 但我不爱逛百货公司 我就喜欢往后面走 一个城市的秘密就藏在她的小巷子里 突然发现有一个人 她在画画 我走上前看一下 我在她旁边站了好久啊 静静地看她画着 我先去旁边逛了一圈 等我回来的时候 她已经大部分完成了 要让这样一个人 如此悠闲地在城市中作画 记录下此刻的美好 足以见得台北街头巷龙的生活味 台北市民的惬意午后 计划一下我们等一下要去哪边 是和闺蜜喝奶茶聊天呢 还是坐在场椅上 享受一下午后的阳光 连路边的小猫都如此悠闲 如果天气晴 我可以每天来 妈妈 这边下午来走一走 真的太舒服 我妈说她好想来啊 谁说台北没有高楼 因为你印象中肯定只有台北101吧 又来到西门厅 我一直不理解的是 很多人都说西门厅很破旧 然后说从小到大 它一直都是这样 一直都没有变 但是我觉得吧 可以说它旧 但是真的不能说破呀 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有味道 它每个巷弄 每个招牌 每个人 应该说人走在这边 都能散发出迷人的复古味 我不仅没有觉得它旧 还觉得这边 不论白天夜晚拍照 都各有感觉都特别好看 这家阿宗面线 我也真的无法理解 虽然我上次说过 我不喜欢阿宗面线 但是仅代表我个人的想法 还是有很多人喜欢它的 生意还是很好 还是很好 就是每个人口味还是不同的 我的看法是 你代表我个人观点 不要吐槽我 猜猜看这是哪里 因为都知道我喜欢逛传统市场嘛 然后甚至不知道谁 让我来一下北投市场 没想到我真的炫过来了吧 但是那天我去的有点晚了 很多店都没有开门 但是呢我也去简单探索了一下 那天的阳光可真好呀 这边有几家古早味红茶特别有名 虽然没什么店开门 我也没有想买的东西 但是我就这么走一圈 我心情就会特别好 因为不仅可以看到可爱的小狗 新鲜的水果 还有接地气的人们 悠闲自在的老板 我就这么漫无目的走啊 这个阳光晒得我有点想睡觉 但却总能被吆喝声给惊醒 妈妈这个市场真的很好 光有很多很多好玩的东西 我妈说她好想来啊 时间差不多了 我也该回去了 知道这是哪儿吗 对呀 就是我再熟悉不过的淡水了 傍晚的时候美是真的美 风呢也是真的大 妈妈淡水落着真太美了 这风太大 我妈说她好想来西一趟 西就是方言玩的意思 就是好想来淡水玩啊 我也想做你们的导游 虽然但是 这个地方总能给我一种生活的归属感 不论是街头卖古早味的阿嬷 还是不知名的街头歌手 为了想吃的美食 愿意排很久很久的队 这才是生活原本的模样吧 还有我最爱的萧沟 但是生活还是有太多的不可预料 虽然有点难过 被狗狗凶了 但因这件事我又好了 妈妈我刚才帮了一个姐姐 知道吗 我想要往前往前 她是一个披萨外送员 车子突然遇到状况 退一下 往前快 退 我用力 退啊 退 可以啊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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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她旁边站了一会儿 发现她还是发动不起来 可以吗 可以开开开 看她稳稳地走了 那我心里踏实了 我记得我爸跟我说过 台湾的人情味就是体现在对人的善意上 确实生活气息满满的 人情味也足足 所以我爸妈才会一次又一次说 好想来戏啊 喜欢这个油脂的创作者 就赶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发现其他这次爆红钱力的影片吗 赶快投稿给大人秀吧 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